大家好,可以加入球迷會WhatsApp Group Info Box有教大家怎樣加入 接下來我們都會搞些球迷會的線上會議 大家可以先加入球迷會,先找Martin召集人 交資料就可以進來 到時再留意我們的活動公佈 另外也可以找Martin談談賺錢大計 今天又說歐聯賽事,王馬對亞特蘭大 這個系列賽終於打完了王馬晉級 重點就是斯丹轉用三中堅結構去對付亞特蘭大 加多個中堅去保守一點,兜著對方的速度進攻 我一直都這樣說,斯丹的強項就是打這些淘汰賽 用比較保守的方法,針對性部署去對付對方 拿幾屆歐聯冠軍其實都是用這些方法 2016年縮後顯神通送馬體會入主攻陷政 2017年穩守反擊解決不夠破密集能力的霸仁慕尼克 所以他們今季淘汰亞特蘭大之前 我做封閻直播節目的時間都說 斯丹現在突然之間轉三中堅其實都聰明 減少輸球機會也可以增加進級的可能性 斯丹也是穩陣到一點是怎樣的呢 他是故意首先在西甲那一場主場對亞爾切 已經率先練了三中堅結構 不過他們真的差點為了歐聯 為了準備歐聯而搞到西甲這場賽事失分 原因就是三中堅結構這些保守的辦法 雖然是適合用來對付必須要進攻的亞特蘭大 但是一遇上會收縮防守區域的艾爾切 很容易老鼠拉桂 而且斯丹應該都沒有想過一旦面對密集的時候 這個三中堅其實要變下型才行 如果他有想過變形的話 他一定會懂得把雲尼斯奧斯放在右邊 你這樣面對密集就可以推Mandy上去 假裝左邊的進攻 怎樣拿早就可以假裝左後位 這個盧卡斯華斯基斯依然是右後位 這個是雲尼斯奧斯就變了右邊的進攻 再加上伊斯高進攻中場 其實立即可以變成一個進攻火力大很多 而且兩邊平衡的4231 大大加強了面對密集的破密集能力 但是事實就是斯丹沒有想過變形 而且是執行傳統三中堅這個進攻點 是自由浮動走位的戰術 無可否定 這個是雲尼斯奧斯很勤力的 但是他那些自由浮動的走位 他就立即令到黃馬沒有正式的右邊進攻點 而且他很多時候都是靠左邊的 令到黃馬左邊就很多人了 右邊就沒什麼人了 進攻都側重在左邊 人家就容易看通了 這個雲尼斯奧斯偶然去右邊 才令到整個進攻面拉闊一點點 才出現過伊斯高中路的軟射 但其餘的時間面對密集真的沒什麼看的 除非可以打反擊才有真正的機會 但是反擊的次數就真的不多了 上半場就這樣沉悶0比0 下半場出來斯丹都沒有想過變形 他也是繼續這樣下去 也就是表示他未必看到問題 而且還在60分鐘的時候落後 又看到華拉尼防守角球的時候 不夠級數去抹人 被人壓住 頂贏了 頂入了 黃馬是首先落後0比1 所以 是要去到落後才逼到斯丹增加進攻點 去放棄三中堅結構 打回433 如果黃馬一直都不落後的話 斯丹就變了很大機會繼續演練三中堅不變形 如果由頭到尾都是三中堅不變形 欠缺右邊的進攻點 兩邊的攻勢不平衡的話 即是很大機會長波是0比0失2分 那真是你是落後了 才逼到斯丹轉433 兩隻巴西快馬雙翼齊飛 終於有回右邊的攻勢 卻奧斯每次轉方向過來右邊都有回進攻的能力 兩邊平衡才加大對方的防守壓力 才令對手越來越難頂 的確有助於黃馬反超傳拿3分 即是說這場賽事是要先落後逼斯丹調動 黃馬才有得贏 如果不是落後0比0 一路到尾 所以 即使賓斯馬的名賣名賣頭槌屈肌 以及軟射入球 與結構沒有直接關係 但都有間接的關係 斯丹調動當然是關鍵 不過真的不知道他是被迫還是真心主動去反省 只可以肯定的就是 斯丹故意被卓奧斯摩特力打後備 是有得休息用來準備對亞特蘭大好的輪換 就不會像第一回合一樣 這兩個年紀大一點的中場球員不夠休息時間 以及見到沙趙拉莫斯的復出之後的狀態都OK 都可以準備到用來打歐聯 終於說到歐聯王馬主場對亞特蘭大 王馬首回合領先的一球球 對著亞特蘭大速度這麼快的球隊轉三中堅結構對 王馬後防線五個人 匯防人數就夠了 所以亞特蘭大的速度型進攻真的沒有第一回合這麼銳利 而且盧卡斯華斯基斯打三中堅當中的右邊Wingback信心好了 放膽了攔截壓迫 相信是因為後邊多了個中堅去幫他兜著這位置 雖然亞特蘭大壓迫都多次能夠令到王馬的後場猜拳失敗 但王馬的防守很少失敗 沙趙拉莫斯這個表現都好 那就是防守部分這一部分就不錯了 王馬 但是王馬進攻就一般的 看回今天正選陣容就明白了 3-5-2只有兩個進攻點 只有兩個反擊點影響反擊的速度 那即使有機會可以嘗試打反擊 但是最後呢 是入到禁區都是被對方追回來 是沒有即時入球機會的 例如好像52分鐘那一刻 明明雲尼斯奧斯一開始有半單刀的機會 但是就因為真的只有他和另一邊的賓司馬去參與這個反擊 是沒有第三個角色超級連結人去幫忙 所以亞特蘭大的防守球員就可以逼到這個雲尼斯奧斯受到孤立 拖慢他的步伐 亞特蘭大的防守球員就可以夠時間回到禁區裡給他壓力 最後是他一個對三個亞特蘭大的守衛 大大增加了這個入球的難度 是進不了了 所以雖然黃馬的防守是可以搶到那個球 但是很多時候都不能說給他們打到反擊上去的 很多時候都是拿回那個球 撐慢個節奏去控球在腳 那個戰術最多就是領先一球的時候浪費時間 但是就很難說會有自己的方法去拉開那個紀錄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的就是領先的一球 保守些拖延時間不是問題 一旦被亞特蘭大追回1比1的話 大可以再透過調動增加進攻點 但是我的回應就是風險會在 如果一旦被亞特蘭大追回1球的話 整個氣勢就在亞特蘭大那邊 而且只有亞特蘭大每入1球球都是作客入球 所以最好當然就是黃馬能夠率先去拉開紀錄 去打沉對方先 但是352的黃馬就沒有自己的辦法去拉開紀錄 不過幸好又得到了亞特蘭大的幫助 黃馬今天頭兩個入球都是來自亞特蘭大送禮物 面對面或者回傳交給黃馬的球員 這樣在無壓力下失誤 而且其實早段都沒有去到入球的時候 是一開球的時候 亞特蘭大都經意有這些無壓力下的失誤 而且不是個別球員 不是說一個半個的亞特蘭大球員犯錯 而是不同的亞特蘭大球員都試過拉這些 包括前鋒的梅利爾 試過在早段7分鐘左右回傳給黃馬的球員 進攻點之一 今天的這個是馬利盧夫斯基 面對面交給黃馬的球員 去到33分鐘就真的出事了 輪到守門員的是史珀迪盧 他就是後場猜球的時候面對面交給摩特力 摩特力就真的正了 你都不用打反擊了 他直接入禁區地球全中必入球就是賓斯馬 這些完全都不用打反擊 是送給你吃的 黃馬欠缺進攻點的情況下 都能夠領先到 真是好處無極限 去到下半場後被入體的伊力石 這些這麼有經驗的亞特蘭大球員 都是在無壓力下回傳給對手去失誤的 立即被這個雲尼斯奧斯殺入禁區 迫到這個道來犯規輸12馬 黃馬總比數這裡入12馬就領先到3顆 亞特蘭大是需要入三球才可以進級 這個已經過了亞特蘭大的極限 亞特蘭大是玩三中堅的 如果要面對密集的話他們要變形 這些變形的入球能力一定是沒有真正4231主攻 或超級主攻那麼厲害 再計算他們的球員級數 就很難迫到黃馬 九手必失三次 長球打了一個鐘之後 其實京爾宣布就不用再踢了 這裡看回黃馬來說 比數就很成功 但事實不得不承認黃馬的確是很有運氣 亞特蘭大上一季在歐聯的成績都不錯 有經驗了 但今季這群球員竟然來到16強 是不停犯錯的 所以即使第一回合亞特蘭大是輸過紅牌 但第二回合亞特蘭大的確是輸自己 斯丹這次選擇的戰術是對的 不過過分於保守都是事實 這兩個回合要贏到 真的有很多運氣指數的幫助 例如又說回今天的半場小插曲 其實球證在吹完上半場雞的那一刻 亞特蘭大是一個快攻機會 傳得漂亮 插入禁矩的時間都不錯 但球證在傳送之前那一刻 剛剛吹了雞 就沒有機會完場了 球證都應該不知道亞特蘭大會有這麼大的機會 去打個快攻 所以他就吹雞去完這個上半場 但如果他吹遲兩秒的話 他再看到亞特蘭大有這麼大的機會 他應該會被進攻完才吹 這裏就變成了亞特蘭大會有機會 總而言之 所以在這個系列賽當中 黃馬是集齊了很多運氣 接下來的歐聯路途我相信都會差不多 每一個系列賽 黃馬應該都沒什麼優勢的情況下 是需要 不是說可以 是需要靠運氣的支撐下去 那有沒有運氣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是要有這些事情 相信 情況可能會好像黃馬 連續三年 拿歐聯的第三年 那一年 17-18 整個淘汰賽都有運氣 去到決賽 卡列奧斯是滾球給賓斯馬 那來到這個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那麼黃馬最近就叫做不夠運的地方 就只不過是夏薩特最近在西甲一出來 一陣子就又受了傷 那聽說就趕不及打歐洲國家盃 那這次Patreon片尾彩蛋一於說一下夏薩特 我會說一下他受傷的緣故 和他未來會怎樣 其實我認為這一連串的受傷 對於夏薩特來說又未必是壞事 甚至乎 可能是可以是好事來的 那大家記得要去Patreon那裡 聽一下我怎樣說才行 如果你想對於何薩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週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 拜拜